菜 沒錯 接下來 我們要進行婦女默契大考驗 而究竟女兒們 知道爸爸最愛哪一道菜嗎 怕了吧 想不起來了吧 沒有蕊到這題喔 對 這個是沒有蕊到的 好 OK 我們先來看女兒的 來 第一組 陳宜家 豆腐 豆腐或豆干之類的吧 豆腐 好 來 再來 黃小姐 茄子 再來 毛妹 什麼都愛 只要有吃的就很開心 這都不要 最愛喔 我問你最愛喔 農統的回答 沒有關心喔 OK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希哥 茄豆腐 是不是 中了 喜歡吃的東西這麼簡單喔 煎豆腐而已 你就改過了 這樣我就很滿足 真的 我跟他一樣 就是生活那麼簡單 你怎麼一年拍一齣戲就好了 你是在出來玩嗎 只有吃豆腐 沒有 就是出來玩 工作室成就感興趣 出來玩 好 來 翻牌 我好像知道你要寫什麼了 來 翻 滷滷肉 滷肉 沒中 這個就沒中 因為 茄子是我很喜歡吃 可是呢 有滷肉的話 我可以 更愛 對 我可以把它吃得很飽 滷肉叫飯的 所以 你現在可以吃茄子 有滷肉 滷肉比較貴嗎 比較貴囉 不一定啦 我們看一下茄伟哥 肉 肉 肉是很濃 都是嗎 只要是肉都可以 對 所以你看 茄伟哥在你們家都不敢表露 自己喜歡吃什麼 什麼都吃這樣子 今天終於講了 他喜歡吃肉 肉 OK 來 媽媽在你兒面前 說你的電話本 都是外面女生的電話 真的喔 聽說他年輕的時候就是那種 憂鬱王子 很多女生喜歡 是很懷疑 是很懷疑 憂鬱是聽得懂啦 王子我要想一下 他是憂鬱王子 Triple W 顛 OK 好啊 沒有 憂鬱分很多種 我這種屬於 私人的憂鬱 但是平常又蠻幽默的 又可以帶給人家快樂 所以就充滿了魅力 就這樣 好認真解釋 可惡 是 是 所以電話本都是 女生很多 女生的 就是以前不是有那種磁鐵的那種 可以這樣就翻 遮遮遮遮遮 就是聽說全部前面後面 滿滿都是女生的電話 可是重點是 裡面沒有一個是我媽的電話 有啦 有嗎 你媽媽 在最後一頁還在哪裡 你媽媽後來在倒數第五十個的時候 有找到 很拉瘋啦 就是過去 媽媽是很吃醋的說法還是 其實媽媽還好 因為我聽說啦 因為我也不知道 就是她年輕的時候 還滿風流的這樣 沒有 她媽媽很認命啦 就是她 她 所以她決定好 要嫁給我的時候 我二姐還偷偷跑去跟她講說 所以她應該要認命了 她要結婚的時候 有把那一本電話簿撕掉嗎 還是 是後來累積的 那是當然 所以你姐姐還去警告她喔 對 妳好大膽喔 妳敢嫁給她 哇 所以她真是 我入地獄 誰入地獄 對 所以我受是有原因的 什麼意思 妳叫操勞 妳叫操勞 她操 每天都有點累 對 對 妳不要笑 她也在笑 她也很瘦 聽完現場來賓的分享以後 其實真的能感受到 他們婦女之間深厚的感情 兩兒 女兒終究得長大出嫁 若女兒和男生走太近的話 爸爸們又會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那有沒有女兒跟男生走得很近 爸爸很吃味的 對 我是有一次 路遙游吧 有一次老師打電話給家長 那個是 那個是第一次吧 國中的時候 也只有那一次吧 對啊 就國中那個 只有那一次 然後老師就是有發現 我跟班上的同學好像走得蠻近的 就打電話給家長說 好像要注意路遙最近的交友狀況喔 跟我們班上啊 還形容那男生長怎麼樣啊 然後怎麼樣 形容他多乖啊 或者是功課怎麼樣 什麼都講就對了 就讓爸爸媽媽認識 然後爸爸就好奇了 想說到底是何方神聖 是誰跟我女兒走這麼近 後來我知道這個消息 他們當天要來接我下課 我不敢走出校門 因為我朋友會想要跟我一起走出去 我說沒關係你先回家好了 我班上那個打掃沒有打掃很乾淨 我幫忙打掃 所以我就在班上一直到 全部的人都走光了 學校的人都已經走光了 要關門的時候我才出去 那時候就覺得 爸爸媽媽就在門口等你 對啊就等我 然後等到我上車之後說 奇怪為什麼你今天這麼晚啊 我說沒有 因為老師說那個班上要打掃 然後大家都有事情 我留下來幫忙打掃乾淨才回家 所以那個時候 爸爸有提什麼嗎 沒有 後來我才知道說 他們那一天是真的想要來看 那個男同學是誰 因為放學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一起坐公車 可是坐公車之前會去吃個小東西 小約會一下 就是對 吃個小飯啊 喝個飲料啊 買個雞排啊之類的 那那一天我就跟我同學說 你先回去 你先回去 所以那個時候已經算是 偷偷交男朋友 其實不是 那個沒有 那只是就是 曖昧 小時候也不懂啊 也不懂什麼是曖昧 沒有其實那個時候 我愛了 不小了 我餓懂了啦 就是 那個時候都是同學吧 他都會帶到家裡來 大家在那邊玩啊 還有我們巷子那邊啊 我覺得那個時候 所以說 老師是這麼講啦 可是我在那個時候的想法是說 大家都是同學啊 所以那時候我就特別跟他媽媽一起去啊 之後你有 就拿便當啊 之後你有這個事情 你有 針對這個事情 你有特別跟他提 有公婆嗎 也沒有啊 也只是說 只是說 有時候交朋友要小心 可是你那時候知道我有一個朋友 可以就是 陪伴我 你是還蠻開心的 對 會跟他回來 你看到他的長相之後 就擔心了 為什麼 因為爸爸說太帥的 不可靠 太帥的他會擔心 帥的 所以後來呢 後來就是大家都還是好朋友 就沒有 那等你開始交男朋友的時候呢 他有很嚴格嗎 不會耶 不會 他很開明 而且我的所有交友狀況 都會給爸爸認識 一定會給他認識 你要知道你爸是黃西田 會不會很緊張 好像有耶 應該多少都會一點 OK 但是阿溪呢 溪哥呢 你覺得 他可以交男朋友嗎 可以啊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方便 你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說 是一個 寧願吃虧不占便宜 好事會做 難事做不下去 我說跟這種人在一起 安全 所以 所以 吃虧不占便宜 好事願意做 壞事做不下去 就是一個好人的標準 對啊 OK OK 那這樣他有帶男朋友給你看過嗎 因為他們老是幾個在一起 所以你也看不出來就對了 他也沒有特別講 我會帶男性朋友回去給他們認識 可是 都不是男朋友 對啊 就是如果真的是我男朋友的話 就不帶了 對 就不帶了 而且如果我真的有帶回家介紹給父母認識的話 都不是男朋友 沒有 就如果真的有這一天 那表示我覺得是要結婚的對象 我才會讓他們認識了 所以目前還沒有就對了 對 OK 那Manity16歲問妳這問題會不會不方便 毛妹 毛妹 那時候就是喜歡他 然後他好像也 就是他也 就是我們之間會講電話 可是也只有那一次 就是講一個小時這樣 然後他就 那個對方也會講說 這是我第一次我好緊張 第一次跟女生講那麼久的電話這樣 然後我就像姐姐那樣說 你不要擔心啦 我們就是好朋友啊這樣 然後什麼的 然後後來我就有跟媽媽討論說 媽你覺得這個男生怎麼樣 什麼什麼的 然後媽媽就會說 就給我女生方面的建議 然後我就會覺得 可是我想聽男生那邊在想什麼 然後所以我就會 可是剛開始我會害怕 不敢跟爸爸說 因為我想說 他應該會擔心很多 因為之前我只是塗個指甲油 或是戴個耳環 他就會很緊張 覺得我好像要交男朋友這樣 然後可是其實不是 就是愛漂亮這樣 然後所以 反正之後媽媽就跟我講說 不會 爸爸其實很單純 然後他會跟你講很多他的意見這樣 然後所以之後我就問爸爸 爸爸就 爸爸就跟我講說 其實你們現在都還是小孩 你們就不用擔心太多 就當個朋友就好 嗯 所以志偉哥就你的觀察 這有給他建議嗎 沒有 他並沒有 那個時候是國中的時代啊 還太小 那根本是兩小無猜 那根本就 對不對 你現在都是我的手 最多這樣子已經 已經 太過分了 沒有 沒有現在當然到高中階段 還能放到什麼程度 現在 現在到高中階段 可能對異性會產生一些好奇 可能會有些什麼 那我覺得其實這也是會發生的 那我不會拒絕或反對 因為本來就是藉這個機會 你多學習怎麼樣與人交往 那特別是怎麼樣能夠跟異性相處 那可是最重要一點就是要保護自己 因為女孩子還是比較容易吃虧嘛 所以這個是絕對不可以發生性關係的 這樣的事情 要被提供 這我知道 你知道嗎 這個我知道 OK 請問可以 不要 哎呀 那麼髒的你沒漱口 因為有畫面爸爸覺得受不了 不要 看來爸爸們 對於女兒談戀愛的事情 都各自有著不同想法 然而 除了談戀愛之外 女兒們內心 是否也藏有秘密 不敢跟爸爸坦白呢 曾經瞞過爸爸什麼秘密 沒有跟爸爸坦白過 趁這個好機會 好 曹璐也好 我 我 我有 你不要緊張啦 我曾經有瞞過你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時候 我算也是就是初戀 然後男朋友是在南部 所以我那個時候沒有高鐵 什麼都沒有 那台北到南部要很久的時間嘛 那我們就是只有一天的假期 不可能就是坐車去 所以我當時就存了錢 然後買了機票 就從松山機場飛過去高雄的機場 那到了傍晚吃個飯去一下 我再自己從高雄的機場 飛回來台北 是喔 這個真的我不知道 然後 本來 那是什麼時候啊 大概十五六歲 對 很小 滿獨立的耶 四六歲會要買機票 國三左右 嗯 然後那時候 當天我想說好了 就是完美 完美沒有被發現 準備要睡的時候 媽媽居然來我的房間 翻我的東西 然後就拿出了機票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媽媽沒有跟我講 對啊 對啊 因為這件事情 就被媽媽唸了一頓之後 以後都不敢再犯了 是真的還滿大膽的啦 喔 這個 這個就 如果我知道也不行 對啊 真的 會緊張喔 對 好 怡家呢 其實因為連相處的機會 都不多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之間沒有秘密耶 我想了好久 真的沒有耶 因為什麼都是秘密 因為都不知道 對啊 也是有道理 嗯 中肯 那毛妹呢 就是 因為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還在青春期 然後就是我會害羞 就是有一次跟媽媽吵架 那時候 會覺得我有自己的意見 可是為什麼你不聽我的 那媽媽就會跟我講說 我是為你好什麼的 然後 有一次我就是 就是很生氣 然後跑去跟爸爸告狀 就是那時候就有三樓 媽媽在一樓 然後我就跑去三樓 跟爸爸告狀 然後我就講說 為什麼媽媽都不懂我在想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想跟他講什麼話 他都覺得我沒有對他好 沒有很貼心什麼的 然後我就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 就覺得 我好委屈 然後爸爸就跟我講說 其實不是 我們大人只是要一個回應而已 只是想要看到小孩子 給我們一個回應 對 然後 可是那時候我也會覺得說 你們為什麼要覺得我是冷淡 其實我很想要 表現出我要撒嬌 我很像小女孩這樣 就是永遠是你們女兒 可是 因為那時候會害羞 所以 就是會比較冷淡 或是故意講話酷酷的這樣 這個我跟許長德學了一個 我覺得很受用 可以分享一下 我說青春期的小孩 為什麼態度那樣子 你有什麼態度啊 OK 然後許長德學說 就你們這種態度 我們青春期的小孩 才不要理你們 所以他講了一個 就是你只要叫他 他不回應 你就走開 三次之後你再叫他 他一定會回應 好不好 你是青春期的小孩 OK 你坐啊 娜豆 娜豆 我跟妳講一下 等一下 好 好 你就走 你就走了 OK 然後你可能第二天 或者什麼時候 你可能說 欸 我跟妳講 等一下 OK 我就走了 你就不要再多說了 可是通常我們家長是怎樣 要等多久 我那沒講 讓你們來聽啊 再等一下就好了嘛 有什麼態度 再等一下就好了 快好了 這個就 就衝突了 所以你就是 我跟你講坦白講 我們就 好 我就走了 你說什麼 我就走了 三次之後 我再跟你 你會 你自己會 一般 我想正常的青少年 玩累了 你剛剛要找我什麼事情 對 你得等 因為他的節奏 跟你節奏不一樣 可是現在的小朋友 你知道迷手機啊 什麼東西 一進去以後 結果就出不來了 然後發Line 大人不是這樣嗎 我們也 對啦 我們還是會為了什麼事情啊 怎麼樣 對不對 小朋友可能那個反應 你就會覺得 這有那麼重要嗎 就是你手機這件事情 會比你其他事情 比家人關係更重要嗎 真愛必定等待 不知道啦 等不了這愛就磨損了 你等他嘛 你看到這個年紀大了 不是都回來了嗎 所以你們後面那一排 也不要難過 對不對 對 你會有什麼事 我會說 你怎麼做到處 他大陣子 你的結果 我看見他 你怎麼做到 你還沒問題 我跟他說